分布式的VPN 自动智能路由 广告拦截 应用程序的重新定位 加7层的防火墙 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它既不是企业型的交换机 也不是路由器 而它却是这么一片 超级迷你的智能随身网关 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过一款 Deeper Network出品的 迷你的智能网关 Deeper Connect Pico 由于它的体积过于小小 在油管上被众多网友所追捧 咱们这期视频 就带着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 咱们新一代的Deeper Connect Air 究竟有哪些升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着大家玩智能网关的金水 好 照管理我们来开个箱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打开之后 应用眼带的是一个二维码的说明书 扫码之后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使用说明 跟功能介绍 下面就是Air的本体 和一个Type-C 转Type-A的转接头 我们拿出本体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简约 且小小 铝合金CNC一体成型的外壳 手感超级不错 正面依旧是我们熟悉的logo 中间的指示灯 连接之后会变成蓝色 背后有雷雕的名牌 跟它的IP地址 这次两侧自带了两根WiFi的天线 不像Pico那样 是需要外接才可以的 右侧是副位孔 顶部是WiFi的信号灯 这次Deeper Connect Air 只有一个Type-C的供电接口 虽然官方还标配了 一个Type-C转Type-A的接头 整个设备大概重33克左右 加上转换头也是在35.5克 比整整上一代 还有轻了不少 这么小的东西非常便于说 无论是出门旅游还是出差 装到兜里 说走就走 非常之方便 本次的Deeper Connect Air 比上一代的Pico的硬件 SoC和内存都有提升 CPU升级到了4核A53 内存从原来的512M升级到1G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相比Pico而言 Air是为了追求外观和功能 都极致的检阅 舍去了有线连接的方式 必须要连接到WiFi 才能正常使用 你可以把它插到你的电脑上 当做无线的网卡来使用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插到 5V2A的电源上 作为中继模式来使用 首先我们把Deeper Connect Air 插上电源或者充电宝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的灯 是闪烁的 顶部的WiFi信号灯 也是在闪烁的状态 等它们稳定之后 然后我们打开手机 或者电脑的WiFi 然后我们找到Deeper开头的 WiFi链接 我们点击链接它 默认的密码是 I loveDeeper 跟之前是一样的 接着来到浏览器 我们输入3434.34 这样就可以进入它的后台 进到后台之后 它的用户名跟密码 都是AutoMe 进入设置后台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中继模式 在无线WAN这里 要扫描 我们找到上级的WiFi名 然后输入密码 等待链接 链接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跳转到这个界面 这个时候机器正面的灯 就红色变成蓝色 变成蓝色之后 就说明它已经链接成功了 顶部的WiFi信号灯 也由闪烁变成长亮 这个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WiFi 已经链接成功了 我们在链接的第一种模式 是它的中继模式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它的天线模式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用在 台式机或者是随身的笔记本上 首先我们需要进用 笔记本自带的WiFi网卡 我们把Deeper Connect Air 插到我们的设备的USB口上 不管是A口或者C口都可以 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 电脑就会自动认出另外一个网卡 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同样需要填解上一级的WiFi 用户名和密码之后 才可以进入 本次的Deeper Connect Air 搭载了我们最新版本的 Atom OS的系统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测试版的系统 是1.2.2.2.c5 通过这几年的迭代 Atom OS使用起来 其实是更加的好用 而且也更加的方便了 Atom OS内置了一些知名的站点跟服务 我们可以通过Deeper网络内 超过5000家的用户 共享的家庭的真实IP地址 轻松的绕过物理的限制 在智能路由模式下 可以智能的匹配节点 给到当前访问的网站 在保证本地网络访问速度的同时 并且增加访问的算定性 而你就不用频繁的切换 不同地区的VPN 而所有的应用程序 都是根据用户的偏好 自动来选择的 而本地的应用程序 是可以直接访问网络的 无需通过VPN 当然在这儿 你也可以自定义隧道 或者是路由表 那么手动直定 自定义一名 或者IP地址 或者是直达的路由白名单 你也可以通过Deeper Connect Air 从世界各地访问 受限制的应用程序 这样一来 你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 全球互联网的思源了 Atom OS支持了 80个以上的应用程序 包括视频 聊天软件 酒店跟航班的预定 不但可以帮助降低 用户的订阅成本 还可以让海外的华人朋友 更加方便地回国 来看到国内的一些内容 那么之前的视频 给大家说过 Deeper的创始人 曾经是思科的大佬 那么对于网络安全 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Atom OS从出世 就自带了七层的防火墙技术 而且他还可以通过分析 过滤http或者https的流量 而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 相关视频网站的各种各样的广告 Deeper Connect Air 不但提供了企业级的 网络安全跟流量可视化 而且还可以非常有效地 防止恶意网站的扫描 阻止有害的网站 用户在访问不同网站的时候 他会分配不同的IP地址 这样一来就使得互联网公司 非常难以追踪 或者抓取用户的行为和轨迹 我家的那个小孩 会在家经常看手机 要么就是打游戏 由于年龄太小 确实控制不住自己的时长 那么在家长控制里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设备 去控制这个网络 让他能访问哪些网站 可以访问多久 Atom OS这几年 不断地更新网络的恶意数据库 就算是新出来的一些网站 用户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一些黑名单 或者白名单 来进步地控制家庭成员的网络习惯 在前几年区块链火爆的时候 Deeper Connect系列的产品 也出过挖矿的版本 这次由于Deeper Connect Air 实在太小了 真的就不适合于物理挖矿 但是它同样支持质压挖矿 我们点击挖矿 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质压教程 我在这就不跟大家展开了 总体来说 你的收益还是跟你质压的本金 所成正比的 不过在这还是非常谨慎的 要告诫大家 B圈有风险 入坑需谨慎 好 先进看到这 大家都已经对Deeper Connect Air 有了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整体式的一体的结构 重量更轻了 同时也更加便携了 虽然牺牲了一些拓展性 但是在金水测试的这一个多月以来 在中进模式下 测速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非常适合那些对网速没有什么极致追求 那么又经常出差 对网络安全或者网络线路比较在意的小伙伴 那么我发现在Deeper Connect做产品的时候 它并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网络设备 而是其实更加倾向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或者使用的一个分布式的生态系统 虽然这几年他们的更新并不是非常频繁 但是每一代产品都是要精心打磨过才可以发布的 从我知道这个产品的立项到现在我拿到真集 已经历时一年半之久 那么根据惯例 在8月15号Deeper Connect Air会在Indiegogo上发取众筹 那我也会把相关的资讯和网站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那么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众筹网站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智能网关的时候 对你有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